沒有人的 又不是說沒有的 都有一個半個的 但是很少人 我要收回之前說過 男生他只需要40公斤 現在三個行李交換已經60公斤了 大家好 歡迎來到澤西生活 終於要出發去Jersey了 今次我們一起坐機鐵入機場 已經很久沒有來過香港站了 上一次來到已經是超過一年前了 那時是跨1920年去日本的時候 來過這裡坐機鐵 一年之後 現在冷清清 以前在這裡很方便 就可以直接寄倉 兩手乘乘乘坐機鐵 那現在所有的counter都已經關掉了 所有的check-in都要去到機場那裡 才可以搞得到 以前一天香港機場幾百班機 現在可能數了一百班都沒有 唉 我們現在去坐機鐵先 現在機鐵站人少到呢 連升降機都只是開一部 另外那兩部 一部就圍了板 另外一部就沒有開 只是落月台啊 都已經用了五分鐘了 終於上了機鐵了 現在機鐵呢 那可以見到呢 全部都沒有人的 現在 調回另一邊看看 你看看整班機鐵 雖然現在已經半個小時一班了 但是搭的人依然很少 現在真的沒有人飛了 哇 終於進到機場了 很久沒有來過這個地方 現在沒有了那些欄 給大家看看 有整一年沒有來過香港的機場 記得以前高峰的時候呢 一年來香港的機場呢 起碼都有十次八次 差不多平均一個月就會來一次 那時候有說過 人生就是要飛 如果不飛的話 人生就好像沒有什麼意義 但是經歷了過去 2020年呢 整年都沒有飛過 又越大越 飛又不是人生必要的事情 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今次去摘西的時候 有的行李箱 只有三個 比起其他人去移民英國的時候呢 我的量真的少了很多 那我們看看現在的行李箱有多少 因為我之前說過 我是坐卡塔爾航空 那我的寄倉行李只有40公斤而已 那我們一起看看 先看看 先看看 28公斤 糟了糟了 這個好像更重 加起來好像50公斤 超重10公斤 看完小的先 這個都有11.6公斤 我要收回之前 說過男生去 只是需要40公斤 現在兩個行李箱交還 三個行李箱交還 已經60公斤了 有沒有計錯60公斤 超重要付多少錢 很難說 有時候會放生 超10公斤應該不會 我之前去韓國都試過超了15公斤 然後來到那個地勤的時候 他都比我便宜了起碼一大半 不要緊 不要緊 我們一會兒看看check in的時候 最後要罰多少錢 希望他不用罰 哇 10公斤應該很貴 糟了 超重 當然要付錢 賣卡塔比 要390元一公斤 幸好check in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還可以網上加超重行李壓 只是310元一公斤 10公斤埋單成為3100元 便宜了800元的啦 剛剛就老婆送完機啦 過完安檢啦 唉 見到老婆哭自己都忍不住哭 入了閘之後 拿些 以前拿些電腦出來光劍 其實是很開心的 但是今天一直拿出來 眼淚洗了 一直都忍不住 好 我們現在一起進去LUNGE那裡 見識一下 順便收拾一下心情才上機 很久沒有進來禁區了 那呢 我們先看看食肆那些東西 遠望過去呢 食肆都開的 鄭豆啊 葡田啊 那些 不過我們不過去了 因為 我要去的LUNGE在這一邊 沒有時間了 看看這一邊的店 那些店舖呢 只剩下萬寧又開啦 那其他那些店舖 就都刪得七七八八的啦 現在整個口罩都是避水啊 辛苦啊 所以 下到去之後都要換回一個KF94先 好 一下來見到基本上 所以 所有這些DUALT3呢 都是沒有開的 都是沒有開的 那平時 這些 全部都沒有開啊 哎 等一下 我現在要去的是 GATE1-4 全部都在裝修中 你看到連地下都鋪了地毯 可能他都想換上那些地磚 Channel都沒有開啦 LOWE 都沒有開啦 那我們繼續向前走 那現在去這個呢 其實我是想去 國泰的Lounge 剛才Check-in的時候呢 Check-in的staff就是給了一張 去Plaza Premium的Lounge的Invitation Card 那但是 來到 沒有理由去Plaza Premium那裡吃魚蛋的啊 那我們儘管看看啦 之前呢 上網有看過一下呢 國泰的Lounge裡面 只剩下 The Ring First 是有開的 其他那些 The Pier啊 The Bridge啊 The Ring Business啊 都是沒有開的 那 將所有人都 都焗了過去 The Ring First 我自己呢 就沒有去過The Ring First的 The Pier First的 也有去過 那希望今次可以進去啦 如果國泰那裡不讓我進去 我可能真的要去魚蛋Lounge那裡 吃碗魚蛋粉 都沒有壞的 去到那邊 可能吃一碗魚蛋粉都不容易 整人有機會進去Lounge的你 在香港你會選哪一個呢 我自己通常都會去The Pier 原來那邊最大啦 二來 有各式各樣的食物 粉麵啊 有哈根大絲雪糕啊 有茶檔啊 好全面的 哎 這個是The Ring Business 我們看看它說什麼 7樓1至4號閘 咦 The Ring First 原來在上面那一層的 我們上回去 不好意思啊 因為這個Stabilizer 我不是用了很多次 那所以呢 有時候它的方向呢 都 走不了 有時候它想向上 我其實不是想向上 它自己移動了 所以 大家不要介意 現在又要找回電梯上去啦 好煩啊 魚蛋Lounge 我相信很多人都一定有去過 因為 這個Lounge 很多信用卡 都是可以給你免費入的 還沒找到路上 看看哪裏呢 剛剛經過我DUAL HEA FREE 有個女生在這裡 在賣數 但明明都沒有開店 為什麼會有數買呢 奇怪 不知道她在這裡做什麼 好 上回來7樓了 找一下 是否去到The Ring First 其實 根據指示我就是另一邊的 OK 看看能不能進到 前面見到紅色人 想知道我能不能進到The Ring First 記住留意我下一條片啦 如果你都喜歡這條片 記住CLS comment like 和share 還要記住訂閱我的頻道 按鈴鐺 下一次我出新片 你就會收到通知 今次說著這麼多 我們下條片再見啦 好了 在這邊 我會見到你 我會見到你們 我會見到你 有影響 我會見到你們 在那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